她是土耳库特部落的第十五代公主 她的歌声里有家乡的骆驼和胡杨林 有着这个民族深深的欢乐和悲情 蒙古族歌手哈林 活的地域辽阔 而且以前蒙古族有很多很多部落 每个部落之间的音乐 它的服饰文化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蒙古族的歌的特点 我无法用一两句去说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长调呼迈 还是我们现在演唱的一些民歌创作歌曲 有一个特别共同的特点 就是特别深的情感 不管她是歌唱家乡的父母的 还是唱一个骆驼一匹马 这些都是有很深很深的情感 哈林是在俄基纳长大的 这里有着全世界最美丽 最完整的三片胡杨林之一 每年胡杨树叶变黄的时候 哈林都会回家来看看 秋天是我们这最美的时候 然后胡杨树叶也黄了 胡杨树跟别的树不一样 它这种一棵树 上面的叶子大概就有好多种形状 有那种像柳条一样 像我手指一样 那种细长的 也有圆的 然后还有像太阳花 这种 我们可能还不懂事的时候 我姥姥骑着骆驼去 去牧区以后骑骆驼 我姥姥就这样抱着我在骆驼上 然后在骆驼上我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要去的那个地方 然后又走了好久 阿拉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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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地方的音乐都不太一样 然后我觉得是跟那个地狱有特别大的关系 像我们阿拉扇的音乐就是很深沉 歌曲的那个节奏 就是像骆驼在走一样 就像我们的音乐有心者之歌 阿拉扇 Ao arind samma arad hód ta 阿淦 帝彼 柯叭 阿淦 帝彼 叭 门沙 终丢 啤叭 阿淦 帝彼 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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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们这儿缺水非常的严重 所以这个胡杨一年比一年减少 从以前的75万亩 现在已经减少到了44万亩 有的时候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位于内蒙古高原西端的阿拉扇盟 曾经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双峰骆驼种群 近几年 俄基纳河的水量不断减少 不仅胡杨树大批枯死 骆驼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了 这让哈林非常难过 在他看来 天地间一草一木皆有灵性 骆驼更是俄基纳人的朋友 我大概在十几岁 十四五岁的时候 有一次和两个哥哥 开着车从东方航天城 回俄基纳的路上 在戈壁滩上 我们就看到一些什么东西 好像是动物在那 然后就停了车去看的时候 是一个母驼和小驼高的尸体 然后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都特别伤心 因为小驼高的尸体 已经被沙子都掩埋了 然后母驼的尸体 还十分清楚 说明小驼高死了以后 母驼不愿离去 不愿离开自己的孩子 就干死在了戈壁滩上 回去的时候 我们心里特别的沉重 这件事在我的心里 也留下了特别深的痕迹 后来蒙古国的 比赫巴图老师来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 他给我写了这首歌 《悲弃的母驼》 比赫巴图老师来说明 全世界的蒙古人约有一千万 其中一半居住在我国境内 蒙古族是跨境而居的民族 由于语言文化的同族优势 这些年 哈林与蒙古国艺术家的交流合作很多 她的歌 因而也受到俄罗斯 东欧等音乐风格的影响 更加时尚和国际化 《遥远的妈妈》 这是一个蒙古国老师 大概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在蒙古国这首歌是家喻户晓 每个人都会唱一首歌 后来2007年的时候 我又重新用不同的一种 自己的理解和这样新的编曲的方式 把它再演唱出来的时候 就很多很多人喜欢 后来的作品中像《我的文宁》 就是蒙古国的一首长诗 然后我们结了一段 然后我们内蒙古的 我的一个好朋友赵尔特 他自己做的曲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很多很多作品 比如那边的曲 这边的词 这边的词 那边的曲 甚至有一些歌曲 是那边的曲 拿来我自己做的词 把它演唱出来 所以现在交流越来越多 每年回来 哈林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见到家乡的朋友 听到家乡的歌 其实我觉得那么荒凉的地方 人特别少的地方 可能出来的一些音乐 跟我们就是在大城市里的 那种创作出来的音乐 有很大的区别 那其实蒙古族以前住的都很遥远 就是住的可能我家到他们家 我起码可能要走一天 那亲戚之间 可能几年才见一次面 那我们互相思念的时候 当他孤独的时候 都会坐在蒙古包前面 或者是坐在蒙古包的门那 就开始唱歌 就开始唱歌 像奥勇阿姨唱的那首歌 就是蒙古族的礼节是最美的 然后蒙古族的心是最善良的 远方的朋友 你到了我家就是我的朋友 希望你有时间的时候 还来我们家做歌 据说 全世界的图尔护特人 都会唱这首歌 图尔护特故乡 俄吉纳奇的男女老幼 唱着他深情演绎了 对自己家乡和民族的爱 歌唱着他深情演绎了 对自己家乡和民族的爱 那这位阿尔护特 我的先祖是第一位册封的王爷 然后这边全是十二代王爷的介绍和画像 最后一幅画像上的这位是我们俄吉纳第十二代王爷 也是我的太老爷 陶旺家部 我的太老爷曾经经历了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 他担任了巴耶诺尔蒙的副盟长 在一九五八年的时候 太老爷 现在看到的这空旷的地方 就是我们托尔胡特人曾经的家园 在后面的这座山叫巴因伯格达 是托尔胡特人祭拜了三百年的奥包 在一九五八年的时候 为了中国的国防建设 把这块土地让出来 那现在这块土地已经建设成了 中国最大的航天城 中国东风航天城 也就是著名的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哈林十一岁就进入了乌兰木齐文艺演出队 第二年被招入东风航天城 成了那里年龄最小的文艺兵 再后来他去北京上学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哈林始终不知疲倦地飞翔着 其实蒙古族就是一个游牧的民族 以前经常是以水草为家 就这样迁徙着走 那托尔胡特人呢 那就迁徙的地方就更多了 我在一些书上记载上看到过 有的书上写说是在青海湖 有的说在阿尔古纳河 有的也说在新疆阿拉泰山附近 那我想可能是这些地方 曾经都有过我们的足迹 后来又走到了福尔加河 那么远的地方 1771年的时候 又是大东归回来 所以一直在迁徙 那说到自己我的名字叫哈林 在汉语里的意思就是飞翔 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个 跟我们这个民族就是 井井相连的一种缩命 可以说托尔胡特东归的故事 我们是从小的时候就经常听 各种各样的故事长大的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印象最深的 可以说有的时候在梦里 经常出现的画面 就是托尔胡特人 东归时候历尽的那些艰辛 因为1771年元月5号 是吹响了东归的号角 那是最冷最寒冷的时候 当时有每过15分钟 会有两万名妇女和儿童 坐着雪橇 坐着打车 骑着骆驼 然后会有很多的精兵 骑兵在外面保护着 这样走 再过15分钟 又是一个这样的队伍 大东归是酝酿了很久 准备了很久 在我们民间有一个说法 说东归前所有的妇女 三年内没有生过孩子 包括羊都没有生过小羊羔 就这样去准备 当欧巴西发出东归的号令的时候 所有的精兵将士 同声喊着 我们托尔胡特人 不做别人的奴隶 我们要回到太阳升起的地方 关于那次东归时出发的细节 史学家有着多种猜测 有一种说法是那一年的天气有些异常 福尔加河水没有结成厚厚的冰层 因而河西岸的人无法过河 而这一只图尔胡特人就一直留在了欧洲 现在他们似乎在卡尔梅克河河河 当我第一天踏上卡尔梅克的土地的时候 我心里是很很惊奇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那边到底会是什么样 但是当我第一天看见大街上的人的时候 有些人的长相 我甚至是小的时候在家乡就见过 我说这个人有点像我的舅舅 那个人有点像我的姨 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然后从影视上也发现他们保留了很多蒙古族的特点 像我们的蒙古包子 手抓肉那边都有 到那里以后在台上也说过一句话 我小的时候在家乡听到过一个谚语 就是跳出去的雪断开的肉 当我把这句谚语在舞台上说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在流泪 我们那天离开那个阿里斯特 我们开着车走 然后走到路上 大家要吃中饭 就下楼在旁边像驿站一个餐厅一样 进去吃饭 吃着吃着我们因为一起聊天 那边突然有一个人说 你们是托尔胡特人 然后我们说是啊 然后他嗷了一句也没说什么 然后我们再接着吃着 突然那边就唱起姜格 是我们托尔胡特非常古老的一个英雄赞 然后出门我们离开 然后在车上放着我的那一首 卡尔梅克的歌叫《思念》 然后当时那位先生听到这首歌说 这是谁唱的 他们说就是那个女孩哈林 他们说她就是哈林 我说我过去了以后 我说是 我点了 我说你就是哈林 我说是 然后他一下子拥抱我 然后跟着所有的人拥抱 因为那个我们离开 在的时候心情已经很沉重 但是大家都憋着不想流下眼泪 都是高兴地离开 但是到这一刻的时候 都经不住把眼泪都流下了 然后当时他说了一句话 我到今天想起来心里都很揪着疼 就是他当时说 为什么你们东归的时候把我们流下 难道富尔加河的水是咸的吗 意思是你们是不是要嫌弃我们了 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表达 然后他当时还一直在流泪 然后他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为了你们 我可以把自己的幸福献出来 然后我们的车都开了 我们一直在哭 所有人在哭 然后已经开出很远很远 他的人影已经变得那么小的时候 还看着他对着我 这就是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深陷淋雨的阶下球 到南非第一位黑人主统 曼格拉 这里是在胡杨林里面的手工制作蒙古包的一个手工作坊 像我手里的这个是从很远的地方运到这边来的柳条 现在像在我们沃基纳能手工制作蒙古包的这种作坊 已经可以说基本没有了 就剩下这么一个 这位先生叫达赖是我的舅舅 像这样的柳条要在河里边大概要泡三到五天 然后泡软了以后还要在这个火炉上烤 烤完以后在机器上压 压得很直 再把外面的皮削了 然后这个制作过程是非常的繁琐 这样把这样的柳条全部钉在一起 叫哈纳就是蒙古包的墙 在蒙语里叫哈纳 用六个哈纳组成的就是一个蒙古包 它有小的可以是四个大的可以升值到十二个 制作这个蒙古包呢 我想把它留下来有几个想法 一是想把这个留下来给我的后代看 我们托尔胡特人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蒙古包里 因为托尔胡特的蒙古包跟传统以上的蒙古包 还有一定的区别 还有就是像这样的手工制作蒙古包的 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这样的手艺可以说马上就快失传了 保留下来这样的一个食物 也是我们纪念我们民族曾经的生活方式 也是我们对自己祖先的一种敬仰 哈纳努力保存下祖先遗留的文化 用歌声 用可留存的食物 用虔诚的心 我们托尔胡特有一首非常古老的名歌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学会他的 可能是特别小的时候当婴儿的时候 姥姥啊妈妈在耳边就唱 当我懂事的时候已经会唱这首歌了 我们所有的托尔胡特人包括 级纳新疆还有卡尔梅克全世界各地的托尔胡特人都会唱这首歌 只要有托尔胡特人的地方你开个头 大家就会一起齐声合唱这首歌去 我听老人讲过托尔胡特东归的时候 三百年前大家就是唱着这首歌回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